当然这个今天是全球新闻的大焦点 就可以说是美国民主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有大批愤怒的川普的支持者 我们看到在美国时间下午的时候 冲破了镇报警察的防线 一路攻陷了美国国会大厦 那么希望让总统大选结果的认证来翻转 当然不可能 但是城市被迫中断 冲突的过程画面可以说是非常的暴力 甚至出现了血腥场面 到目前为止根据了解有四个人死亡 还有52人被捕 我们稍后一起来细聊 好我们第一个先讲一下 这个川普输了不认输 这实在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最坏示范 你今天看到那个现场吗 有太 不是有点可怕 但是又感觉到事成相似 是不是 14年在台湾 所以我刚刚我就讲 我说事实上这种东西对于全球来讲可能很震惊 全球民主国家 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台湾人事实上也曾经经历过 所以那个心情我们应该是懂的 对 熊姐你知道今天我看一则新闻超妙的 你知道吗 在这个国会抗议的现场啊 竟然有飘着中华民国的国旗 你知道吗 我正要讲那个 太有趣了 我破梗了 对对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网友留言才有趣 对对对对 我们台湾什么 超级附属 台湾can help 逗死了 我看那好好笑 对啊 好我们来看一些细节啊 华府的空前暴动啊 大家我们这个标题很接地气嘛 川普老大你是在哈喽吗 好其中呢 当然最令人悲哀的有私人死亡 其中一名女川粉是重担身亡 其他三位呢 据说是因为医疗因素而死亡 什么样的医疗因素呢 没有细讲 但可能是个人的身体不舒服 揣测是这样 但这位女川粉呢 我们看到现场是重担身亡 主要是当时情况非常的混乱 所以这个美国警方我们看到是没有再客气的 对 那么这位死亡的女川粉 她的背景目前也出来了 她在美国空军服役14年退役 退役军人 对是一位退役军人 那么她的脸书上呢 有她的一个最后的留言 她看起来身材非常的壮硕 非常的健美 好另外我觉得这个副总统彭斯这个角色 其实也在这个关键时刻还蛮令人敬重的 因为她同样也是这个众议院的院长 她要负责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宣布这个认证的一个结果 因为认证是拜登当选 她必须要这个宣布 但是根据了解她的老大 就顶头上司川普呢 之前给她很大的压力 是要求要翻盘 对希望她在中间动一些手脚 但是她拒绝了 这个我觉得给她一个赞 还是要给半个赞 一个赞 半个 还是给半个 为什么是半个 小姐 因为按照 你们现在都很小气 不是按照外媒的分析报道 为什么这个彭斯他要这个不敢忤逆这个川普 就敢忤逆川普的这个 对他为什么敢跟川普说no 对为什么做对 主要是因为他也顾及到有可能四年之后 他可能要也要参选总统 所以说呢为了他自己的形象 为了他这个未来的选举着想呢 他这一次还是乖乖的跟着主流民意 也就是反对这个川普来这个翻盘 那当然他现在 因为他还身兼这个参议院的这个议长 那所以说他这一次 坦白讲过去啊 在这个阶段 就是选举人团投完票之后 送到参众医院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过场 就基本上没有人会推翻 这个选举人团的决定 可是本来是过场 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战场 现在大家看到 哇乱七八糟 然后川粉也攻进去国会 甚至有人受伤 那有人 有人这个失去心灵 我们当然很遗憾 可是就是说这样的乱象 让一个民主大国真的是蒙羞 这样我打个岔好不好 导播我们现在双框的画面 如果另外一边准备好的话 你可以揉一下当时 我们看到这些民众的冲进去的这个画面 确实看到了这个触目惊心 大家看到没有 在制高点上有这个狙击手 所以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美国执法是没有再客气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 这个专家杨永明 我刚刚在书画室的时候碰到他 就在跟他聊天 他就说呢 他说他觉得这是一场迷你的太阳花 我加了一句 我说这是一场比较残忍的太阳花 我们的太阳花冲进去之后还可以怎样 还可以吃人家太阳饼嘛 对不对 在行政院吃太阳饼 对对对对 然后过的日子还不错 因为很多民众帮他们送东西啊 台湾人很疼惜年轻人啊 但是我们看看美国是开枪的 对所以比较起来 美国爸爸比较残忍 是 他们执法很严格 所以这也显示什么 大家记得吗 太阳花学运分子进去立法院的时候 当时我在立法院做助理啊 我是青眼目的这一切啊 你是见证者 我真的见证者 然后呢 他们进去以后呢 还让这个民进党的这些立法委员 哇 开门迎接贵客 还帮他们送饮料 送餐点 所以你记不记得 后面好多好多的民众送东西 就怕这些孩子饿到了 对对对对 这个他们有理想当然很好 可是问题是法制你要兼顾嘛 所以说你看美国这一次在执法的过程 坦白讲他甚至拿着枪 大家有看那个画面 拿着枪 对对着那个一些抗议的民众 就怕他闯进来 但是一比较这个我们立法院 看起来我们的执法的这个 稍微是比较宽松一点 对不过当然啦 我觉得这个台湾也是对的啦 我们怎么能够枪口对准我们自己的人民呢 这个事情在民主国家来讲 我认为是不被允许的 在任何的这个理由情况之下 当然除非是这个警匪枪战就是例外了 但是这个呢 在这个政治的这个抗争当中啊 用枪口去对准人民 我觉得这点呢是有值得讨论的 不过当然这是人家美国的内政啊 但是另一头我们看到 其实川普这样做 你觉得呢 你觉得他的未来还会有政治前途吗 因为包括我们看到 他同党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 都在批他 他认为这一闹呢让怎样 以前美国人走在路上是骄傲 走在全世界 美式的民主 但他认为全世界都在耻笑我们美国 这本来是民主大国 它是很多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 或一些包含台湾都在学习的这个对象 但大家觉得说民主应该就等于是美国 没想到现在的民主发展到 总统在一个民主的选举的结果 竟然不认输 不认输以后呢 竟然也没有好好的安抚他的川粉 坦白讲 如果川普早一点认输 接受这个选举结果 事实上这些川粉不可能今天冲进去参众议院嘛 所以说我觉得某种程度 当然我觉得川普在安抚这些川粉的这个动作 恐怕也是不足的 那么继续我们来看呢 事实上我们都是媒体记者出身 事实上你在这个现场采访的时候 自己的安全有的时候呢 常常因为民众这个时候已经失去理智了 他也管你什么立场等等 看到记者看到摄影机就打 所以今天在美国现场也是一样 愤怒的川粉呢 就把这个矛头针对了所有的采访媒体 他们的摄影器材 真是很惨 当然很多人把这个事情跟太阳花拿去对比 那今天我刚刚有讲过 我今天在书画室的时候遇到那个杨永明老师 他就说他觉得这是一场迷你版的太阳花 我补了一句 我说这里是个残忍版的太阳花 因为这是死人 出人命啊 开枪 而且四个人 美国的警察是一定会开枪的 你已经冲到议会的最后一道防线 也就是说美国的警察 他们在保护他们的议员 然后那些议员就在议场中的时候 那么正在输退 而那一些人已经开始在敲玻璃了 在敲玻璃 我们也看到好几个画面 就是美国的警察他们已经 在玻璃里面 在玻璃里面 跟民众在对峙了 因为他有责任要保护议员的安全 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做 可是你看喔 美国的社会民众 并不会把责任怪在警察上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美国没有王院长 没事了 这个就是马虎不开心 这怎么结合 我只是想说想到王院长 后就没见到他 因为他没有动用警察权 其实他有权力动用警察权 马上就说美国没有王院长 但是美国他们一定会动用警察权 因为这个国会开玩笑 那是人民的殿堂 那不是行政的 他不是行政机构 不过几乎同一个时间点 今天一大早 我们看到有一个台美的军政会谈 对不对 当然这个东西在之前也举行过一次 他不是第一次 但是很好奇的是 因为我们看到美方派出的代表 其实马上就要下台 因为马上要换政府了 对不对 那么台湾的话 假设这个年后内阁改组的话 恐怕也要下台了 这两边都快要下台的人 这么高调的开了一场会 这意味着什么 准备要下台的这个川普政权 那么正打算再布这个四年后的局 最后一张台湾牌 还是要把它丢出嘛 这么快就要布四年后的局 因为他输得很不甘愿 川普再来一次 他想啊 或者是他的蓬佩奥也很想 听说他女儿也想 都很想 所以这些人都很想 都很想的情形 要把台湾的牌打到淋漓尽致 那怎么样的情况 才能够把台湾牌打到淋漓尽致呢 用到最后一天 用到最后一天 那就是你看就是高调的 告诉大家说军政会谈 所以军事的领导人跟政治的领导 政治当然就外交嘛 那外交当然就涉及到主权的问题 军事也涉及到主权的问题 你想想看 就把这个东西拉到最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不是就刺激中国大陆 大陆的耳朵或是眼睛就竖得很尖 就在看 然后吴钊燮在故意卖款式 不可以说 不可以说 什么都不说 我记得上一次是不是有讲蓝老师 上一次好像有对外透露一些讯息 还有美国方面的官员还放了照片 这次好像都突然变得很低调 什么都不能讲 这次故意还做一件动作 就是在今天 龐贝奥还宣布 说他们驻联合国的大使 要来台湾 要在卸任前 要到台湾来避越旅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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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